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语是什么 今天的俗语就是鹿马脚 那这是什么叫鹿马脚呢 其实鹿马脚的意思我们常用于说 比如说显出了破绽或者是暴露的真相 那其实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典故的 这来自于明太祖的朱元璋 那据说朱元璋小时候家境非常的贫寒 有幼时还被送到寺院去当和尚 那成年之后他就跟农家出生的马秀英结为夫妻 马秀英那个时候的女性都要果族 可是马秀英从小就得到他的养父母的宠爱 坚持不肯缠足就有一对的这个大脚 那以我们现代摩登人来说 你会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对劲 因为现在每个人的脚都很大 那想起来如果现在每个人的脚都是这个尺寸 突然间有一个人的脚像是我们这个某某M字快战地 那个小丑这样一双脚是有点奇怪了 那马秀英文武双全 那朱元璋他是过程朱元璋的写内著 婚后与这个朱元璋感情深厚 而且当朱元璋上位了之后 还封他为后 被称为马皇后 那马秀英当了皇后之后 身居皇宫 享受着荣华富贵 可是对自己的这双大脚板非常的无可奈何 但是呢 为母一亲一下 每当有客人来相见的时候 她都很不好意思的 会用这个衣服的下摆或者是裙子 将这个脚盖起来的 那话说有一天 马皇后乘轿到金陵街头游览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 李夫顿大风吹过来 把这个轿子的轿帘掀起来 哎呀 不得了 这个时候呢 马皇后的那双大脚 突然间暴露在光天花日之下 虽然她很快地就把脚板给缩起来 可是呢 已经吓着了老百姓 那么大家都说 哎呀 天啊 马皇后的脚真的好大 很排泄 那一世间新鲜事传开来呢 轰动了整个京城 因为马皇后露出了脚 所以这个露马脚 以此呢 便流传到今天 所以我们到今天才搞清楚 原来露马脚跟马没有关系 是人的脚 那因此呢 现在凡是对那些 不变公开 不光彩的事情暴露了 我们都会说露马脚 就是这样子了 好 那故事讲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新闻热点 有什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an 秦文斌 那今天星期五的校午呢 马上来关系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新闻 OK 大家可能可以发现 今天好像每每要出门的时候呢 都是下起了倾盆大雨 所以现在出门都是要带把闪的 那其实未来的三个月呢 根据这个气象局的预测呢 未来三个月 还是会继续有这个多雨的现象 而且呢 要警惕的是 111的黑区呢 是随时可能会有这个水灾的 尤其是我们在西马半岛 很常会听到这个闪电水灾 大家这个不得不做防备的 那除了这110个这个区呢 而且我们这个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 我们的屏幕上 就是有这九个属于高风险的线 没错 这个线数呢 那就包括了有八达林PJ 然后就是白沙安南 然后还有乌鲁朗鸭 然后公巴 OK 然后还有巴胜 雪邦苏邦 还有乌鲁朗鸭的 是的 不单如此 而且我们这个气象局 还有就是有公告 就是说有接下来三个月 有特定的日子 是水位特别的高的 是 要防备的 对 后来三个月最高 这个涨潮的水位 可以去到多少呢 最高去到5.4公尺 是 没错 就是在这个十月份的26 其实就是下星期了 而且早上的时间是在清晨 可能是六点到七点多之间的那个时间 而且刚好是要去上班的时候 是 没错 所以大家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了 然后还有记得就是11月的 11月也是维持在可能凌晨差不多四点多 然后一直到清晨的早上七点多 都会有这个涨潮的这个迹象 是的 搞不好大家到时候就早一点出门 然后不然就要跟老板说 今天又淹水了 我们大家都迟到这样 对 当然如果是你的地区 是处于在这种黑区的那个情况 那真的是提醒居民再三的提醒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范措施 可能开始呢就要 要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沙包还是什么的 要大家去准备一下 就避免 如果是水灾一来那应该怎么办 对 这个水灾除了对我们这个生活起居 带来不便之外 还会可能对生命带来威胁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备 做好心理准备 那如果你要知道说更多的详情 可以到我们的气象局的官方网站 这个网址就是www.met.gov.my 是的 好 那了解过了天气 所以大家都要好好地注意了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了解我们的健康 健康也是非常地重要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下雨天的时候 好像感觉到有点那种关节酸痛 还是什么 风湿 对 其实这个都是跟我们年长人士有关系的 是的 其中一个现象就是什么 就是骨质疏松 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 骨质疏松症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 全球有两亿人 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宗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病例 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而50岁以上的女性 因盆骨骨折而死的几率 与乳癌死亡率相同 所以她也可以成为女性杀手之一 此外 根据另一项调查统计 几乎所有在亚洲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的每日盖制摄取量 都没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 以农业组织的建立摄取量 对人们的骨骼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 骨质疏松症发病率处于上升的趋势 所以我们该如何提早预防 又如何诊断自己社会患障 今天就让活力加油站 带你一起来了解隐性疾病吧 是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鸵背是骨质疏松的征兆之一 这个我非常担心 因为怎么看左看右看前后看 我都是高风险人物 为什么呢 除了年龄以外 最近一个医生问我说 我有一点点含背 他应该是讲得很含蓄 所以应该是有一点点的鸵背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长得高 所以每每跟人家说话的时候 好像都有点弯腰弯腰的 抬不起头做人 对 所以我们要恭恭敬敬跟他讲话 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但是鸵背是不是真的是 这个骨质疏松症的这个迹象呢 还是请出我们的专家 马上请到的就是林立林医生 他是糖尿以及内分泌专科顾问医生 林医生 你好 谢谢 我们这个导致骨质疏松的 到底有什么原因 因为我很迫不及待要知道 这个骨质松症其实它是有 可以分成原发性的 或者是后发性的 所以通常男性跟女性都会受到影响 好 但我了解说它跟磁激素有关系 对 就是女性方面 所以女性方面 通常当你停经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那个骨质松症的发病率 就会增加 因为磁激素在我们的骨鸽的形成 对 它是帮助骨鸽的形成 这样子当你停经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磁激素就会减少 这样子说 我们这样子的逻辑上来推断的话 是不是说男性会有骨质疏松的几率比较高 因为男性本身磁激素原本就比女性少 我们不可以这么说 其实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男性它除了是会有磁激素的帮助 它也是会有男性荷尔蒙的帮助在我们建筑的骨鸽方面 这样我还没有这么害怕 所以我们可能说到这个是女性方面的 因为尤其就是这个磁激素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 可能对女性方面就是因为它那个没有办法 磁激素没有办法再建造这个骨鸽 对 而且女性对这个骨质流失的几率也是很高 对 因为通常我们每一个人到30岁的时候 就会达到了你的骨鸽质量 好 高峰期 对 最好的就是那一个时候 对 30到40岁就已经是很平稳了 但是从你40岁开始呢 开始就下降 就开始骨质流失了 好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图 大家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OK 你看到这边有两个非常大的区别 一个是密度很密 然后另外一个开始还在动 缝隙就开始慢慢地松了 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开始了 对吗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种 这种一动一动的这些是什么建成的呢 那个其实骨质疏松正是骨质 就是你要一动一动那边的那一个问题 骨头环力不好对不对 不够硬 OK 讲的俗一点是这样子 所以就很容易断裂了 就很容易断裂了 好 那骨质疏松的类别开始的时候 林医生有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原发性 还有一个是续发性 对 这个是续发性 那这个原发性又怎么解释 Primary Osteroporosis 这个是怎么解释 所以这个就是 关系跟你的那个齿激素的 齿激素 那你停静之后 齿激素开始减少 所以当你减少了那个齿激素 你就不能够有骨骼的那个行程 了解 放慢的对不对 所以就开始比较容易得到了骨骼疏松症 好 所以这是以女性居多 好 那续发性的就是男性为多 是吗 续发性 续发性的是男性比较多 是因为那续发性 不单单是 是因为其他荷尔蒙的问题 就像糖尿病也是会造成你的 续发性骨骼疏松症 或者是另外一个比较 比较普通的就是那个甲状性的功能 甲状性的男性很常会有的问题 对 还有肾功能不全 然后肝功能损害 以及自身的免疫性疾病和药物的影响 什么是乳糖不耐重 那个是什么 是 我们英文是叫做 Lactose intolerance 知道 就是有些不能喝牛奶 对 一些做了就是卸肚子的那些 或者是过敏反应的朋友 所以就不能吸收盖子 所以那些朋友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 对 好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骨骼疏松症 它的那个风险的因素 我们说原发性和续发性 其实两种类别 它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区块吗 比如说不可修改的这个风险 有包括什么呢 就是当人变老了 不可避免的 老化 退化 通常我们都会定义是当你50岁以上 这样子你得到骨骼疏松症的 那个几率也是会越来越增加 那一个比较 全部人在这边马来西亚 就是比较担心就是亚洲种族 对 为什么是亚洲种族 西方人比较少见吗 难道我们比较少吃起司 就会影响到 是 是 是我们饮食的关系吗 我们饮食关系 跟DNA其实有这些关系吗 DNA那个是过后要再 后期 好 我们先讲饮食 所以跟我们的饮食也会 比如说起司 因为西方他们都很喜欢喝牛奶 然后吃那些乳酪 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我们的骨骼 那个强壮会有一定的帮助 对 因为通常我们亚洲人 比跟西方人 我们比较少吃那些起司 或是不喜欢喝牛奶 对 甚至是肉吃的也比较少 对 相对少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其他的原因就包括 我们通常都比较较小一点 所以骨骼食中生是唯一一个病症 当你没有这么 当你不肥的时候 你反而更高风险 对 反而更高风险 不然你都是当你比较肥胖 你就会种糖尿病 你就会种心脏病 对 反而是不太会种骨骼素 对 了解 好 来 请医生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比较白 因为当你皮肤黑色素多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吸收太阳 太阳就可以制造维他命D 是 维他命D就是 是供给这个骨骼强健的 很重要的这个维生素 没错 OK 所以我们白皮肤的人 反而是更容易 对 就是说马来西亚边 我们就华裔是最高风险 比跟其他种族 华裔是比较高风险 但是其他种族也是会有 骨骼疏松症的风险 OK 那过早绝经就不用讲了 对 就好像那个更年期同样的 对 45岁以下这样子就要特别注意 OK 那原发性和续发性可修改的风险 有哪些 增肥 不要一直减肥 是 当你身材比较较小的话 你是比较容易中到骨骼疏松症 OK 或者是当你少运动 就是讲你整天不搭公交 过活月 对 或者是当你抽烟抽得太多 或者是喝酒喝太多 通常我们怎样定义太多呢 就是如果你喝酒超过三个项目 每一天 就是持续性每天 对 那个杯就不一样 像你一杯红酒那个普通的饭 就是一个项目 你喝一罐啤酒 那个就算一个项目 OK 所以一天喝三罐啤酒左右 就超超飙了 对 那咖啡呢 我知道咖啡也是导致我们的那个 钙质流失的情况 是 如果你的咖啡因摄取量是过多 就是我们都是讲大概是三杯饮料 每一天的话 一杯饮料大概是300毫升 所以你可以说一天是差不多1000L这样子 这样你的咖啡因摄取量就 就是过多了 一个磁就超标了 而且这个是咖啡因 不是咖啡 就是说你喝茶也算 我突然想到好像在中国 他们都很喜欢中国茶当水喝 那就很危险了 可以这么说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去衡量 到底哪一个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你真的是要去 真的去测量到底 那个咖啡因一共是多少 对 但是在一起 我们这一次要强调一下 这就是因人而异 而且是看你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 不是说一竹竿打翻整床 对 可能另一方面你有吃很多起司 有些人可能是OK的 对 对 没错 好 现在我们先休息 回来先来看看动物的骨头之醉 他们会不会有骨质疏松症的 不知道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这么自身 动物的骨头之醉 一 骨头最大的动物 蓝鲸可达33米 重达181吨 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鲸类 也是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哺乳动物 蓝鲸的下壳骨是世界上最大的骨头 它的舌头竟然可以让100个人坐在上面 它的心脏就和汽车一样大 体重更相当于25只以上的非洲象 二 骨头最小的动物 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动物是小臭蛆 体重平均为1.8克 体长4厘米 它是小到可以在汤勺里洗澡 经常在农田 花园和橄榄树丛间游串 主要生活于热带的森林 小臭蛆体型虽小 四肢纤细 尾较长 但由于动作敏捷并含有毒素的唾液 它的饰咬具有毒性 可以捕捉比自己体型更大的猎物 三 骨头最重的动物 非洲草原巷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体长5.4至7.5米 体重3到6吨 因此它的骨头为最重 它的前足有四指 后足有三指 共有21对肋骨 整体比一架直升机再加两两的卡车还要重 像是草食性动物 一天要有16个小时用来采集食物 一只成年象可以吃尽30到60千克的食物 四 骨头最轻的动物 骨头最轻的是一种叫油笋的鸟 它的骨头甚至比它的羽毛还轻呢 油笋是体型比较大的笋类 翅膀长而尖 上嘴呈勾曲状 体长41至50厘米 体重还不到两克 油笋生性凶猛 飞速很快 它的中空骨骼非常轻 只占整个体重的5% 因此油笋承受不住撞击力 如果撞上体型庞大的猎物 它们就会同归于尽了 5.骨头最薄的动物 骨头最薄的是一种会飞行的动物 它就是蝙蝠 它们不仅具有超声波 它们的骨架还如风筝支架一样 支撑起双翼上鲜薄的皮肤 蝙蝠是唯一能够振翅飞翔的哺乳动物 它们的体型较小 骨骼易碎 大多数的蝙蝠由于有特殊的 青小骨和蛇骨 所以它们能够进行回升定位 欢迎你接受住火力加油站 我们继续来关心这个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那好像说到这个病状的话 它好像又不痛不痒 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别说 你的身体的那个骨头已经开始那个盖质流失了 等你跌断了骨就知道了 那个这个很糟糕了 还是请问我们的医生 是的 其实这个有什么症状 只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说 我患有骨质疏松症 对 骨骼疏松症通常都是无痛性的 直到就像文彬说的 是直到有骨折了过后才会发现 OK 太迟了 有时候当你有那个脊椎骨骨断 你可能会有有时候会有痛 但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没有痛的 有哪一个方面的骨骨折断 是会比较普通在这个骨骨折疏松症那边 手吧 和脚 对吧 手手脚 所以应该是我们的腿部 对 骨的手腕 或者是宽部 还有这边说是 宽骨 对 比如说还有就是 发现自己最近好像开始驼背了 或者是这个身高好像最近矮了 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征兆 对 你这么会驼背 跟这么你会矮呢 是因为你的脊椎骨已经 萎缩开始 对 所以你才会开始驼背 这个脊椎骨萎缩 就是也是骨质疏松 其中之一一个征兆 对 然后有其中一个定义就是 我们怎样知道说 你到底矮了多少 才会考虑说你真的是高风险的 是 因为我们常常听人家说 年纪大了 人自然会变得矮一点 他们说那个肌肉萎缩也会是 对 这个说法有根据吗 或者是你骨胶萎缩那边 也是会造成你的身高会减少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看你骨骼疏松症 而造成你的脊椎骨开始断裂的话呢 就大多数我们都会说你在一年以内 你的身高已经缩小了 矮缩了大概2cm 两毫米 2cm 就两公分 很多 对 就5%到10%左右了 是 一年内 一年 但是有些人 其实我们真正是要说的 就是从你最后一次检查 到你现在的检查 你一共萎缩了 多少 2cm 这样子 好 了解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 马上去聊一下你的身高 还有另外一种 是 他们开始好像身体开始会有一点扭曲 运行 它的那个脊椎骨有没有 特别是脊椎骨 通常我们是很挺直的 然后它开始有一点歪歪的 这样子会不会是骨质疏松症的一种症状 那个不算 那个我们是叫做Scoleosis 就是你的体制组织 对 那个不是骨骼疏松症 不是 那个不是 那个是脊椎变形 或者是膝盖疼痛 这些是不是的 但是会不会说 有一些是有骨质疏松的朋友 也有类似的症状 有可能吗 他们是可以并存的 Scoleosis 它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我应该是说骨骼疏松症跟那个关节炎 是可以并存的 因为关节炎大多数时候 也是因为你的年纪增长了 对 你的骨胶开始流失 就是骨跟骨之间的那个 假论医生有一个问题 对 我的右膝盖 对 现在在磨损着 然后医生说我有点驼背 我是高风险群 开始年纪告诉你了一些答案 好 帮你去晒太阳喝点牛奶乳酪 好 好 是 骨质疏松症跟刚才医生说 对 关节胶脂流失 对 关节胶脂流失的区别在哪里 对 就像那个 关节胶脂流失 就是你骨跟骨之间的那个 複松症已经开始在越来越减少了 对 像我这样 对 像我这样 可以是膝盖 可以是手节炎 但是骨骼疏松症就是你的骨的本质量 已经是减少了 而不关那个骨胶的问题 好 所以它跟那个我们的膝盖疼痛 那个又是什么情况呢 这样的话 那是关节还是我们的那个骨质流失呢 膝盖疼痛是那个骨胶流失 所以是那个我们通常就会跟病人讲 这个是骨骼疏松症 因为就是你的那个 风湿的一种 就是你的脂肪的那一个问题 所以那个未必跟骨质疏松扯得上关系 扯不上 只是他们通常都是在年老一群会看到 你说不认老都很难 对不对 年老一群 小心 好 那我们如果是哪一些人 应该要定时去做这个检测呢 当然就是年级来了就差不多 因为我们的机能开始退化的时候就要去 若是女性上我们应该是多少岁开始 停经的差不多就要开始做了 我们现在是推荐说女性超过65岁 65岁以上 或者是男性超过70岁 你都可以定期地去检查 就是不理你有没有駝背问题 不理你有没有关节问题 都要去检查 那如果是在65岁以下的朋友 有哪一些又是一定要去做这个检查的 如果你是属于那些高风险群 这样子你就真的是需要去做这个 骨测量的检查 所谓的高风险群是哪一些呢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药中肘我们一定是全部人都试了 如果你 尤其是华裔 对 刚才是 你少运动 或者是你 你个子很小 对 个子小 对 或者是你经常吃一些特别的药物 就像肋骨唇 为什么肋骨唇会影响 因为肋骨唇会流失 因为肋骨唇会让肋骨质流失得更快 好 尤其是在第六个月的时候 我意思是在第一六个月的时候 首六个月的时候 会流失得非常严重 对 突然发现自己越来越变矮了 也是要特别小心 对 然后驼背的话也是要开始注意了 那我们要多久进行这个检测一次呢 对 如果你检测了 过后确诊了 是有股骨唇疏症的话 这样子你就会直接 被提供过去 那个股骨唇疏症的专家那边看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呢 通常我们是推荐你 可以是每两三年 再测量一次 做一次 对 每两三年 好的 好 有没有被奶头去测量一下 可能是地形系列太过强了 最近 OK 再来我们又有什么医治方法呢 如果真的是被断定 说有这个股致疏症的病状 对 可能第一点我们就 首先我们就需要把你的 从高风险群减低你的风险 就像叫你做多一点运动 吃多一点起司 牛奶 可是这个运动很奇怪 因为很多人说 我的骨质疏症已经很松了 反而是我这样去运动 不是更加会骨折 对 很容易受伤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惑 所以运动的选择性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运动其实可以帮助你 强化骨骼 让你的肌肉可以 强大肌肉 对 强大肌肉 这样子是会有帮助到 这个骨骼失忠症 所以我们通常是叫做 这个叫做 肌肉肌肉肌肉 有包括什么呢 就像有氧的运动 或者是你去快步走 或者是你跳健康舞 是 那我们稍后再进一步 更详细地去谈这个运动的方法 那其实我们是怎么样可以降低 或者这个风险呢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会很担心说 我到底是不是这个症候群 那我应该怎么去确保说 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你可以去抽取血液样本 因为最容易给我们感觉到 就是我们可以测量 你身体的维他命D的那一个 够不够 对不对 如果是不够 我们可以再继续测查下去 为什么不够 可以再会把它补充到 正常的那一个level那一边 了解 那刚才有提到说 就是女性方面 就是我们的雌激素 对 荷尔蒙 雌激素开始下降 有没有说可能一些荷尔蒙疗法 或者是补充我们的雌激素 这样子就可以 减缓这个骨质素松症的情况 可以 就是讲 像如果你已经停经了 在有一部分的妇女 如果她也是有骨质素松症 我们是会认为说 会给她的那个 我们叫做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就是补回她流失的那一个雌激素 但是不是每一个妇女 都适合这一个的疗法 我们是有一些特定的 那一个criteria 去选择这些 因为我们每一次都知道 药物是会有好处跟坏处的 对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的 对 两方面 所以就换句话说 这个病患是要看她是怎么样的情况 是 怎么样的体格 然后才来对症下药 对 她吃什么药 那我很好奇 有没有说药物里头有一些药 真是专门可以吃了 然后可以减缓 就是那个骨质的流失呢 有这样的 是 有这样子的药的 目前为止 医治骨贡素松症的药物 是有两种 真正去对症下药就是有两种 有两种 一种就是像Jan说的 把那个骨质流失 尽量地把它减低 或者是我们尽量看能不能再帮助骨骼的形成 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希望 全部人都会明白的就是 这些药物不是终身使用的 对 是需要跟医生一起商量讨论 因为有一些药物 我们只能够用在一些特定的时间 明白 那再到这个病患的情况好转的 就可以不用吃药了 对 它不像糖尿病 它不像高血压 通常你吃药 你就是需要吃终身 但是骨质素松症 目前为止 我们最长的时间只能够吃十年 换句话说它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 它是可以逆转的 对不对 它是可以调好的 你是不会把它 完完全全逆转到完 但是你可以把它的骨质 当我们测量的时候 强化 它的密度可以更多一些 可以更多一些 这样还好 不会这么怕 好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呢 我们还会有更多要客戴的分享 请慢别走开 日前来自意大利的著名时装品牌Armani 举行了开幕派对 这间位于博威宁网场的店面 设计前卫奢华 让顾客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 开幕里当晚 主办单位也安排了服装秀 向来宾们展示 Georgio Armani 以及Empore Armani的最新秋冬服装 以单品系列 除了着重于高端奢华的服装设计 Armani也不忘向众人展现出 其休闲又时尚的一面 此外 香港艺人陈法拉 以青年现场站台 让活动声色不少 Timberland在今年迎来了 该品牌45周年庆 为了欢庆这重要的时刻 该品牌特别在古中城购物广场 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周年庆活动 展示45双纪念款式的靴子 其中包括以蓝色为主的靴子 以及历年来和各知名品牌 联名设计的系列限定款式等等 开幕里当天 以舞蹈拉开序幕 歌手Zamira的现场表演 让气氛都跟着沸腾起来 大会哥安排了时装秀 让前来参与的来宾 更了解该品牌的特色 活动现场还可以绘制自己的靴子 以及自制皮革用品等 喜欢该品牌的朋友 可要捉紧时间走一趟了 是的 我们常说 我很激动对吧 我们常说这个预防剩余治疗 所以来到最后这个环节 要教大家如何预防 我们就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 林医师 对 是的 林医生 我们今天这个股质疗疗症要怎么预防 应该说要在什么年龄开始预防 最好就是在你得到那个峰值股量之前 就开始预防了吧 那些报道 据说就是你之前储存的 然后你过后再储存 其实是没有办法再存的 它只会流失而已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迷思 我不知道 你说的是那个概念 就是年轻的时候 对 没错 存这么多就是这么多的意思是吧 对 因为是新陈代谢的关系 所以不代表说你大概十多二十岁的时候 你储存了 你就可以存到大概四五十岁 是不是的 所以是每一天你都要去摄取 那个正确的那个量 是 才是帮助到 其实我再一个疑问一下 魏医生的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人年纪比较大了 跟一个二十多岁 比如说一个四十多岁 跟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同样喝同样多的钙质跟芝士 比如说 会不会说年纪大的比较难吸收 有这样的可能吗 摄取吧 对吧 这个就要看你身体的那一个 体质什么 维他命D的数量是有多少的 好 因为你身体要吸收你的钙质 是真的很看你的身体的维他命D 一共是多少 当你有正常的维他命D level的时候 这样子你的吸收就会是最好 所以跟年龄没有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直接的预防方法 当然就是我们要多做点运动 然后补充我们的钙质 补充我们的钙质 还有补充维生素D 然后尽量的就达到这个分值骨量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高密度的这样子 那又有人说过度补钙好像会导致 生石 对 石头 胆结石 对 有这样的讲法是正确的吗 这个讲法是正确的 正确的 所以你其实不可以随便的去补钙 你是必须跟医生一起商量 看你现在身体的那个状况是多少 好 因为钙质像谷歌书中症 我们是推荐你一天 不论你是从饮食方面 或者是你自己去买那个薯充的话 一天是吃大约1000mg 好 就大概一颗这样子就足够了 要看那个分量的剂量多少 但是这个钙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辅助品 它也有分不同等级的对吗 对 不同类别的 对 可可我们分享一下什么类别是供什么人吃吗 就是我们就先拿钙质来说吧 如果你是要去买那个薯充的话 因为它比较普遍的就是我们叫做 Calsium Carbonate 跟另外一种叫做Calsium Lactate 然后当这两者来区别的话 Calsium Carbonate会比较好 因为Calsium Carbonate 当我们吃同一个假如说度数的话 你身体能够吸收的 它制作的那个Elemental Calcium 是40%比较到那个Lactate 是少过40%的 就是你身体所可以吸收 然后可以转换成可用的钙质 是40%左右 我们应该说就是 那一个的准备 可以让你身体吸收到的那一个 是40% 对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 是给身体有状况 比如说肾衰竭 或者是一些肝脏有问题的朋友吃的是吗 那个就是那个维他命D 那是不一样 像维他命D 你就是晒太阳 二你可以自己去买薯充 那在薯充我们也是有分 我们叫做天然的或者是活化的 叫做Activated 好的 活化的是给谁吃的 是给肾功能有问题 或者是肝功能有问题的人吃 那天然的是给我们普通人吃的 对 好 我们 普通人去吃活性的会怎么样 普通人去吃 如果吃错药的话怎么样 这样它会不会有不好的副作用还是行 通常如果你是吃活性的话 你必须在你开始吃活性之前抽一次血 看你身体的那个钙质跟维他命D 是多少 如果我们会一直观察下去 三个月再重新一次 六个月再重新一次 因为如果去吃活性的可能会超标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不要你超标 对 就会吸收的过多 就会胜结实 是啊 那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这个维生素D和钙质摄取量 食物和食品每天的总分量 这个是国际的标准单位 OK 我们就看维生素D是800国际单位 然后钙是1000毫克 就是Mg 好 那怎么去衡量呢 1000毫克的钙大概是吃多少 对 接下来我们就会有这个图表 大家不妨也可以拿出手机来照一照 非常的完整 是 因为这个非常好用 对 高钙牛奶一杯 大概是200毫升的话呢 那它的钙成分里头就有500mg 那如果一天喝两杯 大概就可以完成了 那如果是全汁牛奶一杯的话 我们以这个200毫升来计算 这个单位 对 那个钙成分就有220mg 这样子 但我要再问一下 问一下医生 我曾经听人家这样子说 我不懂一下正不正确 有人说如果你是骨质疏松的人 反而不可以喝全汁牛奶 是吗 是吗 或者你应该喝第一汁的 我有这样子听过 我不懂这个正不正确 但是那个是脂肪吗 是脂肪吗 是脂肪 关系到为什么呢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考虑 那个氢化成分 这样子 你从刚才的那个表就会看到 当你去脂肪或者是全脂 你的那个钙质的量是不一样的 是 好像高钙牛奶是非常地高的 对 当然全脂也会比脱脂牛奶高一点点 是不是 是真正骨膏疏松症说 我不应该吃全脂 我应该吃全脂还是去脂 那个是没有太 没有根据的 对 明白 所以董事长你建议说 如果平时我们好像这样子 普通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没有达到 还没有进入到 那个骨质疏松症的情况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吃 一个抹肌疏松症的抹肌疏松症 如果你是少过65岁 然后又不属于那些高风险群 这样子你可以不需要吃你的抹肌疏松症 你只需要从你的饮食那边 社群那边就可以拿到 对 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常听到说 一些孕妇生产过后 他们的风险会提高 是不是代表说她生产前 就应该要开始做这些功课 对 骨盖等等的 对 孕妇通常他们的 那个抹肌疏松症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不会等到她 怀孕了 就是生了孩子过后才给她 所以就是在怀孕的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推荐他们 因为这个宝妇会吃掉妈妈的 那个盖子 对 她会传给宝妇 是 那我们刚才 大概提到说这个运动 刚才我们就微微地提到一下 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说 我现在骨质疏松了 然后在运动 他会不会担心骨疏 对 其实医生说是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因为运动可以强化你的肌肉 然后也会强化你的骨骼 但是就有一些运动会比较好 在于那个骨骼疏松症那一面 比如说游泳 对 或者是有氧运动 跳健康舞那些都会帮助到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当病人每次去选择那个 哪一种运动的时候 他都要小心不要跌倒吧 OK 比如说在那个 跑步机上面跑步那个就可能危险一点 是 因为那可能会滑倒 可能脚大车就好一点 对 或者最好是游泳 对 所以年纪大的 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 那这个问题要问一下 就是说举重可以吗 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有骨质疏松 我想说举重会举一举 这个骨头裂掉断掉 怎么办 那个如果你有骨骼疏松症的时候 你去举重 它是可以强化你的肌肉 你看 是可以强化 反而不会有伤害的 另外一点就是 你也是要小心了 对 不要过火了 对 而且也不要一下子就拿太重了 还是要适量 对不对 好 非常感谢林医生 谢谢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呢 我们将会一起来做瑜伽 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 骨质疏松症 是的 大家走开 嗨 我是Jun Chang 我是Truly Wine的其中一个创办人 Truly Wine是结合葡萄酒吧 餐厅 还有零售店三合一的餐饮方式 来呈现我们的食物 Truly Wine希望能把品味 还有大众化的价格都结合于一体 我们这里有高达400多种不同选择 我们选择的红酒与白酒 客人可以选择外带 或者是他们可以在我们的餐厅里面 饮用 配搭我们的食物 第一道我介绍的这个 比较深色的 它是Harmone Iberico 可以配搭Hawa 这个是Harmone Serenor 配搭Chardonnay 这个是Palma Ham 基本上可以配搭Pinot Gris 是完美的 这个是我们独创的Truple Oil Iberico Iberico Pork Collar 配搭一些沙拉 让它觉得没有那么腻 黑松露油 拿来锅煎 西班牙黑毛猪的猪井 它的油脂是特别的香甜 顺滑 意大利酸醋 它能带出整个味道 浓郁得来又不会太腻 第三道的前菜就是Cheese Raclette 我们选择Gorda 因为它的味道 不会太过浓郁 超过的我们其他配菜 我们有放葡萄 葡萄 葡萄 还有葡萄 客人可以选择另外一页 点这些Harm 还有Sausage 这一道是Truple Cheese Beef Burger 它是用Sliced Cheese Shada Cheese 和Mozalara Cheese 让它更加浓郁 马来西亚的经典美食 就是Hokken Mee 这个是升级版的Hokken Mee 西班牙黑毛猪的猪井 油脂全部都很香浓 里面有一些猪油渣 我个人喜欢加多一点 因为它有带甜 有一点CAMERALIZED的甜 所以搭配一些Malore 或者是Malbek 是很不错的 我们Truple Wine这里 注重的是葡萄酒和食物的搭配 一个很大众化的价格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来逛过我们的Truple Wine Tr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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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e 是的 如果是透过乙家方面 不知道可不可以改善 我们的骨质疏疏症 肯定可以 刚才我们的医生一再强调 又再强调说 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还是来做做运动吧 好 大家一起站起来 我们马上请到了 是Helen老师 Helen老师 你好 是 刚才这个医生有说运动 可是我要问一下就是说 瑜伽跟一般的运动之间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瑜伽我们做是在内的 拉扯 不 我们是会在内的 很像做其他运动 它是外表嘛 很像我们做瑜伽 有肤膝在内里面 对 而且这个算是一种 拉扯性的 反而是对你的肌肉更好的 对 可以强化那个肌肉 好 那我们现在就 请Helen老师为我们示范 今天我们一样 也是做三个瑜伽的动作 老师是跟BOOS一起做 所以今天比较简单 主要是大腿前侧的 拉扯就可以了 大腿前侧 为什么这个前侧这么重要 前侧这边 通常我们运动是做到后围 前面大家都会忘了 这边也是要拉扯 拉扯的时候你感觉到你的腿 你的腿前侧这边会比较舒服 好 这个我非常赞成 因为这个脚 我跟你说 很多年老的人年纪大了 脚都有问题 所以脚的这个保护是非常重要 对 没错 而且今天我们做的动作 膝盖是在那个球上面 会比较舒服 所以不会伤害到对不对 对 我们的膝盖 甚至是年长的朋友 那么行 赖老师示范一下我第一个 今天我们是做第一功夫 好 是我们左的膝盖 是在那个膝盖上面 好 是 而且它这个有保护你膝盖的作用 非常地好 对 因为很有弹性 对 你站稳了 就吸气 好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了 低脚 我们做第一个动作 好 是第一个 我们连接第二个动作 我们就把我们的左脚拿上来 捕 慢慢抓住我们的脚踝 好的 然后吸气 舞蹈式 这样平衡就可以了 这个是第二个动作 好 第三个动作 慢慢就把我们的手放下来先 手放下来 左的手把在地板上 好 然后吸气 把我们的右脚 左脚要提高 是 吸气 然后慢慢把我们的 后要去拉 右脚 对 抓到我们的脚 抓到了 左吸着那个脚 可以慢慢动到我们的臀部 好 当你推到你的臀部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你大腿前着在拉扯了 有 这个就是第三个动作 好 四一四 第四姿 好 可以 所以主要这个就是可以强化我们 大腿的这个前侧的部分 因为刚才在做的时候 真的是这里很痠痛 就拉扯到这一边 对 你不会感觉到你的膝盖痛 你是感觉到这边的拉扯吗 对 其实不单只是这个脚步 这个下半身 其实你的上半身也感觉到拉扯了 因为我们有把那个胸腔打开 往后一点扭转的感觉 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重复地 再做这一次今天为大家教的 这三个步道 是不是现在做的是右膝盖 右膝盖 好 我们说的是右膝盖 好 那这个右膝盖 我们是这样下肢吗 是 那我问一下老师 像我这个右膝盖 现在还在做护理的话 我应该注意些什么东西 你的膝盖还是在球上面 是安全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慢慢 拿一点上来就可以 好 可是你不可以的话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没有问题 第一个动作没问题 对 这样是没问题 这样是没问题的 好 我们就第一个动作吧 来 吸气 把双手提高 我们停留五个呼吸 五 四 三 二 一 吐气 慢慢把手放下来 我们把我们的右脚提高 一边要小心 好 抓住我们的右脚踝 好 好了 那如果是我觉得有点紧的话 我就可以坐着自己的脚趾是吗 对 脚趾或是腿部都可以 好了 吸气 把我们的左脚提高 五到四 五 你可以看上面或者是看前面都可以 好 四 三 二 一 吐气 慢慢把手放地板上先 好的 右手板在地板上 可以了吗 把我们的右脚提高 右脚提高 对 吸气 把我们的左手提高 吐气 左手抓住我们的脚 来 或是脚 抓好了 再吸气 吐气呢 慢慢把我们的脚往内 动到我们的臀部 把你的左肩膀往后转 好了 五 四 三 二 一 吐气 慢慢放回来 好的 好了 就完成了 这个看似很简单 做了之后的心得是什么 其实你看好像只是在拉这个脚部 你会发现到说你全身包括你这个 胸腔的肩膀 对 胸腔的手 对 它包括你这个背部 因为全部都会对甲骨 全部都被拉扯 对 没错 还有一点点平衡吧 你要稳 对 我觉得自己的专注力 还有平衡度 也是可以练习得到 它看似很简单 对 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会发现 身体有一点点在摇晃 没错 可是做真的有点满足感 因为都还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相信我们做得到 在家的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 但是还是老话一句 对 自身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不要让自己跌倒 还是有这个垫子最好 如果我们家里没有这种半圆球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拿毛巾 或者是什么 让它垫高 你可以拿那个毛巾垫高 也可以 通常在地板装作也是可以的 你怕你的膝盖痛 好像微冰山膝盖痛 就垫那个毛巾 或者你把那个瑜伽垫 两层 三层顶住你的膝盖就可以 让它有一点高 那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的 非常感谢HELLO老师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下个星期会谈什么东西呢 最近大家不是很流行说吃酵素吗 对 喝酵素很多很多的 其实你想不晓得说 酵素吃得不对劲 会导致腹泻 那到底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要锁定我们下个星期的 《火力加油站》 好了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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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